字幕製作人文聽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今天來造法一個很特別的景點 这里是台湾最多人违反铁路法的景点 平溪县十分老街 这里也是日本丽人山上优雅的受难之地 对面是静甘吊桥 十分老街著名的景点 就在车站对面 十分老街就在前面 从这边走过去 静甘吊桥就在那边 但是如果你从这边走过去被检举的话 就会违反铁路法 至少开罚一万元 山上优雅在这里受难 这边走过去被检举代价也是一万元 只要没有人检举 大家其实也可以不用担心 这是台湾知名的国际观光景点 很多外国人来这边放天灯 我到目前为止只有山上优雅被罚 我现在走往静甘吊桥 但是我不能违反铁路法 横挂铁轨 所以我只能走到 可能要走一公里吧 那边有一座平交道 我现在走往前面的铁路平交道 这里是十分承安宫 天灯妈祖 但是如果从这边去造访天灯妈祖 你会违反铁路法 开罚至少一万元 我现在变成是一个人的旅行了 因为铁路法的关系 夫妻本是同龄了 现在一个走阳关道 一个过独木桥 刚刚大家看到十分老街 铁道上那么多国外游客 会不会觉得很讽刺 明明是违反铁路法 所有的游客都视若无睹 是法律规定如必洗 政府却毫无作为 其实解决的方式很简单 平溪县的火车班次非常的少 一个小时一班 就将十分老街 那边划定为天灯区 然后在铁轨设置一些感应器 当火车来的时候 灯号响起 所有人必须离开铁道 火车离开以后 那游客就可以回到铁轨上 去放天灯或是拍照 这里也是有一条小路 禁止行人通行 前面有一些游客行走 他们并不是因为手法 不敢跨越铁道 他们是要前往十分大瀑布 前面是106公路 往这边取右行 这边有铁路平家道 前面就是十分老街了 前面右插路往陈南宫 陈南宫 天灯妈 台湾话说 人在走听着看 进户的走 背心也在看 我相信天灯妈祖也在看 我绕了一圈 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 要回到十分老街的铁轨区了 前面那里是十分车站 我终于抵达靖安吊桥 我终于抵达靖安吊桥 到这里 这支影片主要是让大家来听评力 铁路法是否适用于像皮记线这样的观光铁道呢 请大家来评评力 我今天的十分老街 铁路法嘲讽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的冤案 确实凸显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就是铁路法已经不合时宜 不适用于今日的平溪线观光铁路了 20年前 我在平溪线旅行 即使是假日的十分老街 依旧冷清疾寥 而20年之后 平溪线已成为台湾知名的国际观光景点 我们的政府明明知道 平溪线四右铁路法 已经至爱难行 却以鸵鸟埋杀的心态 不愿面对问题 不愿修改不合时宜的法令 只好让游客可以公拿违法 铁路警察不会取缔 但是如果你被人检举 确认违法事实 那么政府会依法行政 援引铁路法 亦七十条之规定 处信台币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今年二月 日本知名女优 山上优雅访台 她慕名游览平溪线 十分老街 招人选举违反铁路法 被移送法办 而三个月之后 我造访十分老街 看到的景象是 山上优雅被开罚 并没有带给台湾人民任何的震撼 这件事只被当作娱乐新闻而已 传过水壶痕 被罚你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这种检举的案件 大概几年只会发生一次 谁遇到 就只能自认倒霉 而且大家都知道 只有名人才会被检举 就算我违反铁路法 被你拍照存证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你也无从检举我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很放心 很安心的违反铁路法 开心欢喜的 在十分老街的铁道上放天灯 如果大家认为 山上优雅被开罚 事不关己 那么我呼吁政府检讨 并修改铁路法 以适用平溪线观光铁道 那也只是狗废火车而已 然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 如果有一天 家长带着孩子 老师带着学生来 十分老街放天灯 孩子或学生问 那边有警告牌 写着禁止行人通行 违法者要罚一万元 那么身为家长或老师 您会怎么回答呢 没关系 大家都违法 不会被罚啦 没关系 法律仅供参考 警察不会取缔 这就是我们希望给孩子的法制观念吗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如果铁路法是用平溪线观光铁道的法规 不再修改 不再修改 继续如此唬烂下去 那么我建议政府官员们 在平溪天灯节的时候 请多放几盏天灯 祈福我们的国家 长治久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